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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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公会成立就是为了保障我们企业内的员工 但是在我们一次一次的跟公司争取便宜的时候 公司却将我解雇 而且是在我们公会预计跟公司召开第六次团体协商前两个小时 在这个解雇 劳动部已经做出了裁决 也确认解雇无效 但是公司还是持续不让我回去工作 劳动局也毫无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够做什么 包含了法规 如果去查 劳动基准法 工会法 针对很多解雇无效 被法解雇的部分 基本上都有描述到 但是真正的被解雇的时候 政府机关 劳动部 劳动局能够做什么 只是让劳工继续诉讼 蔡总统 你到底在哪里 政府给我们工会 给我们证书 就是为了要我们去 可以跟老板要了劳健保 但是呢 老板他也是一样 不理我们 你打算省饮多久 才要出来帮忙我们 我们幸福球场的赶地 组成了工会 想要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最基本最基本的劳健保 劳工退休金来争取 但是我们幸福球场 竟然针对这个家福工会 的所有的赶地会员 进行违法的停班 我们劳动部已经财阀下来的不当劳财 规定公司要我们回去上班 但是公司迟迟不让我们回去上班 劳工局那边 他们行政宿愿也是被活回 但是呢 政府所作所为 还是让我们自己劳工去跟资方 在做民事的诉讼 清北市的劳检已经针对幸福球场去做开罚 这个开罚就是没有承认这群 赶地的雇佣关系 这群赶地的劳健保以及退休金去做保障 所以被开罚 好 那我们就会问啊 你今天我们劳动部长 徐平川 前一阵子带着这么多劳检员 到处劳检 到处演戏 说要开罚 开罚之后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球场 我们幸福球场 就这样子违法 把这14个赶地的会员去做停班 立刻停班 让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的家境没办法继续维持 我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 连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都顾不了 是要怎么去齐家呢 再来怎么治国呢 一个身为一个总统 你也是一个女性 你应该可以了解说 女性赚钱的辛苦在哪里 平平都是一个女性 在这个社会生活 你也要了解说 一个女性为了家庭 是要付出多大的一些劳心跟劳力 又现在加上没有收入 那我们还要跟资方在这边斗多久 我们还有多少能力 多少资力来跟这个财团这样子斗下去呢 今天不是我身影啦 我听到你们的诉求了 但是呢 你之所以会看不见 不是我身影 是因为你们没有感受 我在接近你们啦 幸福球场违法停班 幸福球场违法停班 家福肯定立刻复制 家福肯定立刻复制 美光公司违法结构 美光公司违法结构 风铃市场立刻复制 风铃市场立刻复制 蔡小英一边在你 台湾工人来找你 拉拉起来 车拉起来 你要问我要主事代表 你不要帮我啊 蔡小英 不能这边不能过啦 来 不能过去 台湾工人在找你 台湾工人在找你 一直碰我胸部干嘛 走对面 可以小英 不要帮我 还在讲 你不要救救了 不行吗 我们今天来证庭 来走蔡英文才 你要我来教材的行动 违反哪一条法律 我们只是要一个 非常简单的诉求 我们只是希望 台湾工人 在台湾的土地上面工作 可以想一个人 可以有最低的法律保障 可以不用收到财团 日益的 违法的 解雇我们 对不对 对 对 好 窗 费 drives 来 就是 你 现在